只不過現階段 鹽寬恆是打烏賊戰 烏賊戰是把大家都抹黑 都搞不清楚 但是我們節目一定要給他說清楚 那現在鹽寬恆就故意講說 什麼XB混也不行 硬說知道可不可以 那現在看起來是因為縮水了 所以變成了厚片吐司嗎 所以又塑造受害者形象嗎 Freddy看起來這個 如果真要比大家來比一比 鹽寬恆參與會的菜色 這兩天我們已經討論很多了 那結果他們說 藍營綠營你們現在也是有辦法玩 然後這個結果發現是 公投說明會的菜色 就一顆霸丸 那他真的是套餐 真要比怎麼比得上 對 這個我要特別講 這不是米其林 這是米其林下面的必比登 他必比登 他就是專門在針對小吃來評選 像我們自己萬華 是整個台北的這個 所有的行政區裡面 必比登的密度最高的 所以來我們這邊 為什麼都說萬華美食很多 我們為什麼一直熱烈的歡迎大家 因為我們這邊有便宜又好吃的 這個他故意把它講成米其林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不對的 我們例如說我剛剛講 他影射可能是很貴 對他要來講很貴 然後結果拿出一個肉圓 大家就會想說 你到底是說什麼 像我們萬華的 我們也有乾麵30塊的 也是必比登的啊 所以我要講的是第一個 他現在就是像剛剛 莊瑞雄委員講 他要把他拉給炒 讓你大家都變烏烏賊 大家都烏漆 都一樣黑這樣子 問題是 如果你自己真的是被抹黑的 你照他講的 去婚商喜慶啦 團體活動啦 宮廟啦 各式各樣的 那都別人搬的 不是我搬的 別人搬的 你有辦法去跟他們改說 你現在改成送給人家是後片就好 這就是你有辦法啊 如果是別人的 別人早就準備好菜色了 你有辦法就要求別人說 從明天開始我嚴寬恒 去的這個婚商喜慶 你都別請人家 你都給後片 有辦法這樣嗎 所以他我認為 他所有的這些操作啊 都只是再一次證明 這些都是你的拖啦 至於你去跑了其他的 你不要拿進來講 那個我們沒有人在講那個 我們在講的就是 你可以從這個豪華的 這個冬瓜餐 變成吃後片吐司的 這一堆就是你的 所以你很想要把它弄成 大家都圍牙一般黑 這個你這招有可能會有用喔 就像剛剛莊瑞熊講的 到最尾啊 大家都分不清楚 反正空戰的部分 大家都黑掉了 剩陸戰 陸戰誰贏你 我就算贏你了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 的確是在用這樣的想法 那要怎麼去破解 這個當然是要靠年輕人站出來 我們除了每一天的政論節目 不斷的在這個做 雙方的比較以外 年輕人站出來就會很重要 例如說像英利大帝 這一種網紅 他可以去跟 圓框很美一場 從他本來最豪華的餐 到變成現在是後片 你們藍營的也找一個人來跟 跟林靜宜啊 就沒有嘛 你們去跟林靜宜以後 然後去講說他的這個豪華的 靜宜醫師餐 那有就沒有啊 所以我覺得喔 年輕人要有更多像 林靜大帝這樣子出來 自媒體啦 各式各樣的這個方法 去把這個比較做出來 而不能喔 我跟你講年輕人最容易怎麼樣 就是覺得很厚實的 啊這個每天都差來差去 政體是不差來差去 差到最後很累的 沒有其實老實說喔 就是有人要讓你覺得這樣啦 有人故意要讓你覺得 啊很厚實的 喔政治怎麼那麼吵 那怎麼又兩邊都一樣 一樣湊 你就是要分辨 那尤其是 你如果今天有辦法分辨的時候 你才能夠保護說 你的這個在地的政治 不被傳統的這一些組織 包括剛剛講的 社會化的這一些人 給你綁架嘛 然後所以我們要回來講 在我不認為說 他用這樣子的天下烏鴉 一般黑的這一種招式 在未來的這一段期間 他有辦法像以前那樣子 他有辦法都這個 覺得不會奏效 因為因為我 其實就像我剛剛講的 因為現在我們看到的 各個這一個網路上面的KOL 各種的這種聲量 一直出來的原因 是因為他已經變成一個有趣的事 就是說譬如說 跑到他的招待所外面拍照 這是一個有趣的事 然後現在已經開始有拍 before跟after 就是本來這個招待所 我兩個禮拜前長這樣 兩個禮拜後被他自己拆掉了 這變成一個有趣的事 那這一件事情不斷的炒作 不斷的重複讓大家看到 然後再加上像這樣菜色 有before跟after啊 本來還沒有人講的時候 都是一個豪華餐 現在變成是一個厚片 我覺得這個顏寬恆他們家 如果真的想要繼續用 這樣子抹黑的方法一直弄 他反而會有更多 有趣的笑料的材料 被這些年輕人 把他拿出來讓大家對比 對的確